1947年 一个牧羊少年尋找失羊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七个羊皮书卷 书卷辰转到学者手中 被证实是珍贵的古老抽本 之后九年 在附近十一个山洞里面 有大约九百个书卷相计被发现 1965年 以色列更在国家博物馆里面 开辟死海古卷博物馆 专责保护、研究和展示这批归宝 给公众了解它所揭示的历史片段 经过鉴定 这些书卷是在公元前300年 到公元100年之间相计写成 当中一部分是当时的社会团体守则 律法条文、诗歌礼文等等 而另一部分就是现存最古老的希伯来圣经抄本 基督教又称之为旧约圣经 是一系列经卷的合辑 以赛亚书正是其中之一 死海古卷的900多个书卷里面 有19份以赛亚书抽本 其中这一份包括了希伯来圣经里面 以赛亚书全部的66章 也是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以赛亚书 细体由一块块羊皮接合而成的书卷 字迹端正 而且整齐排列成一行行直线 可以想象 在2200年前 旷野燕热的太阳底下 一个个民事全神观珠 一笔一画 抄写出他们思维神圣的经卷 墨水中 融入了全流后世的敬虔传统 和对上帝坚定不移的盼望 以赛亚书 也是圣经里面 预言事件最多的书卷 总共有111件 当中尤其对未赛亚的预言 最受重视 据后世学者统计 希伯来圣经 指向耶稣的预言 多达三百多处 尤其是以赛亚书的预言 最为详细 有学者认为 圣经以赛亚书 预言的尼赛亚 就是耶稣基督 但在过往有人批评 以赛亚书的记载 之所以能有这么清晰 是耶稣出现之后 有人对照耶稣的身平去写 不过死海古卷的发现 就彻底推翻了这个说法 以赛亚书 更加令后世的人明白 耶稣受苦受死的意义 祂诚言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祂受责罚 被神击打虎待 谁知道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因为祂所受的刑罚 我们得到平安 因为祂所受的鞭伤 我们得到医治 圣经是一本充满启示的书 当中90%的预言已经应验了 其中预言以色列会復国 所以当作证圣经的死海古卷 在1947年开始被发现 而在1948年 以色列当于全世界宣布復国 以这么奇妙的巧合 正正见证上帝的手是掌管历史 亦都成为了二十世纪最均动的神迹 这个亡国后 经历二千多年大流灾 甚至大屠杀的民族 在全球见证底下復国 创人类历史先行 也应验圣经中对以色列復国的预言 成为二十世纪最重大事件 往之不鉴来者可追 拨开历史的沙尘 一个个应验的预言 在天地间 印证上帝与世人永恒的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